大家好,这里是9号档案馆 说起近代的抗日战争,想必每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 在这苦难的八年时间里,我们遭受了日本侵略者无情的迫害 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前辈英勇作战,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 只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却会永久的留在中国人的心中 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位抗战老兵手里的东西,却引起了好几个博物馆的争抢 他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如此受欢迎 2010年,一名叫做方军的作家,去四川安岳县采访一个老兵 这个老兵就是95岁的王振雍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振雍拿出了一本对日宣战书 这本书一出来,立刻就引起了轰动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等都争相收藏 连日本国家博物馆也表示要以重金收藏 众所周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但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都很少有人见过正式的对日宣战书 而王振雍拿出来的这个东西,正是民国时期对日宣战书的孤本 这个对日宣战书当时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起笔的 所以这本书对我国有着重大的意义 它见证了我国当时对抗日本军队的艰苦岁月 虽然对日宣战书的意义重大,但此书的内容却不全 明明是1937年的清华战争,可这本书写的却是1941年 其实是因为我国军队的实力比较弱 如果当时直接选择宣战的话,我们还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 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起草对日宣战书 直到后来,美军加入了当时的反法西斯联盟 并对日本宣战,国民政府才紧跟其后 以国家元首名义发布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 王振英当时也参加了战争 但是因为他妻子突然病重,于是王振英就回到了老家 在回乡途中,王振英无意间看到了这份对日宣战书 便随手收藏了起来 因为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份对日宣战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直到2010年,王振英接受采访时才重新拿了出来 而老人最后的做法也让人很意外 他拒绝了各大博物馆重金收藏的请求 决定留给自己的儿子 希望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让子孙后代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 9号档案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